新闻来源一眼网 今年9月 现年92岁的传媒大亨鲁破特·莫多克宣布退休 而他庞大的传媒帝国将交给其长子拉克兰同志 通过新闻集团和福克斯集团两大集团 莫多克的传媒帝国在全球拥有数百个资产 涉及出版物、新闻报纸、电视广播、地产等领域 比如英国的泰晤士报 澳大利亚的每日电讯报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哈普克林斯出版社福克斯新闻等等 虽然相比全盛时期 莫多克传媒帝国的资产已经缩水很多 但在英语世界 它的影响力几乎没有减少弱 莫多克的四段婚姻总共生育了六个子女 但他挑选了拉克兰继承这个可以左右英语舆论世界的帝国 当然不可能只因为他是王长子 传媒帝国的未来 才是莫多克考虑的关键 0.1 莫多克传媒帝国曾经的基石 1960年代 莫多克一手创办了新闻集团 并在随后的数十年里通过不断收购和扩张 将其打造成全球颇具政治和公众影响力的庞然大物 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新闻集团紧跟腾飞的数字化潮流 现在50%的收入来自数字产品 不过其五大业务板块中仍有四个出现下滑 总体来看 在上一财年 即从2022年7月1日到2023年6月30日 新闻集团总收入为98.8亿美元 下滑5% 税前利润14.5亿美元 下滑了15% 其中只有华尔街日报和巴伦周刊这个比较严肃的新闻板块 在数字产品付费订阅的推动下 稳健增长 也是新闻集团最赚钱的资产 而其他板块 包括英国的媒体 美国的小报 澳大利亚的媒体 美国第二大地产交易平台 全球最大的英文书籍出版商之一的哈普克林斯等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这个莫多克传媒帝国曾经的基石 失去了以往的辉煌 这个帝国的未来属于福克斯集团 02 莫多克传媒帝国的支柱和未来 1985年 新闻集团收购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之后 在原有业务基础上 逐步发展成一家多元化的公司 既涉足影视娱乐 又涵盖有线电视 新闻广播等业务 2019年 莫多克以数百亿美元的大价钱 将娱乐业务卖给了迪士尼公司之后 把有线电视 卫星电视 互联网 由媒体服务等其他业务 整合成一家新企业 福克斯集团 与新闻集团并驾齐驱 福克斯集团 涵盖了美国人最感兴趣的体育 新闻和财经频道 成为莫多克帝国最具价值的资产和支柱 福克斯集团在上一财年 获得149亿美元的收入 同比增长7% 收入远远超过新闻集团 尽管这期间 福克斯输掉了一场大官司 赔了近7.9亿美元 但他的税前利润依旧增长了3% 达到12.4亿美元 上一财年 福克斯集团的电视业务板块 收入增长13% 达到87亿美元 税前利润更是翻了三番 达到10亿美元 通过直播超级晚 世界杯和美国大选等美国人最爱的节目 福克斯的广告费赚翻了 美国大多数主流媒体偏自由派 倾心或效忠于美国民主党 而保守派媒体很难与他们一较高下 但福克斯除外 福克斯新闻长期占据着美国有限电视收视率龙头的位置 至今实力不减 作为美国保守舆论的领头羊 福克斯新闻网站拥有7500万用户 这个体量是美国第二位保守派媒体 华盛顿观察报的十倍 福克斯的未来决定着莫多克传媒帝国的未来 莫多克的继承人要保证福克斯在现有的方向继续前进 不可背道而驰 03.继承之战的隐患 今年11月份 莫多克将会正式把他的传媒帝国移交给拉克兰 这位王长子将成为新闻集团和福克斯集团的唯一董事长 同时继续担任福克斯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拉克兰毫不掩饰对福克斯集团的自信 他认为福克斯的优势独一无二 他的优势除了紧贴美国大众的口味 还有就是福克斯一直不变的政治倾向 莫多克对福克斯的定位很明确 保守派的右翼传媒集团 他的继承人需要与莫多克保持一致 而拉克兰则是最佳人选 莫多克传媒帝国的行政权力移交 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至少目前还没有爆出权力争夺的前夕 然而莫多克似乎又给拉克兰留下了权力之争的隐患 莫多克设立了一个120亿美元的家族信托 等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六个子女每人将均分到20亿美元的遗产 看起来很和谐 可是按照莫多多家族信托文件所说 一旦莫多克离世 他在新闻集团和福克斯集团的投票股权 有表决权的股份将转给他四位最年长的子女 现年65岁的长女普鲁登斯 55岁的次女伊丽莎白 52岁的长子拉克兰 以及50岁的次子詹姆斯 这意味着尽管拉克兰可以继承王位 但如果他的弟弟和姐姐们联合起来 仍有机会与之进行权力之争 开展继承之战 莫多克与邓文迪的两个小女儿也会分到股份 不过是无表决权的股份 什么意思呢 他们可以分到利润 但没有染指帝国决策的权力 自然也不会陷入帝国的权力之争中 纵观莫多克的一生 还真活出了帝王的味道 零四 莫多克的四妻四女 虽然已是台北之年 健康问题频出 但莫多克对感情的探索表现得如同他对传媒帝国的扩张一样 野心勃勃 永无止境 92岁的莫多克目前正与66岁的分子生物学家 埃琳娜·朱克娃交往 而在这之前 莫多克还差点与66岁的警察牧师订婚 不知道这个年纪的莫多克会不会奇迹般的再次踏入婚姻的殿堂 在2022年之前 莫多克已经有过四段婚姻 生育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长公主普鲁登斯是莫多克与第一任妻子的她们的独生女 她曾在莫多克的新闻集团内部担任多个董事职务 目前是新闻集团旗下的泰晤士新闻报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这位长公主虽有权力却很少露面较少干预公司业务 她与丈夫之前在澳大利亚定居 后来搬到了英国 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的同一年 莫多克娶了比自己小13岁的记者 她们的婚姻维持了32年 育有伊丽莎白 拉克兰 与詹姆斯三个孩子 二公主伊丽莎白 一直被认为是莫多克家族的叛逆者 但与她父亲 却是最像的 伊丽莎白曾为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的曾孙马修 弗洛伊德离开了第一任丈夫 不过伊丽莎白与马修没有白头偕老 婚后13年 二人离婚了 现在伊丽莎白与第三任丈夫定居在英国伦敦 在英国打理着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 伊丽莎白也曾在莫多克的新闻集团历练 虽然二人很像 但莫多克认为女性并不适合做帝国的统治者 2000年伊丽莎白离开新闻集团 自己创业 2012年伊丽莎白曾表示绝对无意当父亲的继承人 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后17天 莫多克又与比自己小30多岁的邓文迪闪婚 通过人工受精 老来得二女 三公主格雷斯今年22岁 本科在耶鲁大学学习东亚文学和历史 四公主克洛伊今年20岁 在斯坦福大学习 虽然父母在2013年离异了 但作为富二代 格雷斯与克洛伊既不缺钱 也不缺朋友 2020年 澳大利亚著名女演员妮可 基德曼成了他们的教母 而金刚狼修杰克曼则成为他们的教父 在85岁高龄时 莫多克又娶了比自己20多岁的第四任妻子 无子女 2022年 莫多克与这位美国前模特也分道扬镳了 老莫多克曾对有人透露 他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可以接替他的位置 而莫多克又有重男轻女的倾向 这是他四个女儿远离传媒帝国核心的根本原因 而莫多克则非常器重他的两个儿子 05 莫多克的二子 王长子拉克兰在1996年 进入莫多克传媒帝国的管理层 但2005年已与高层闹矛盾辞职了 当时拉克兰甚至决定永不回头 令利模糊的拉克兰在澳大利亚创立了一家投资公司 投资的领域有赚有赔 这期间 莫多克旗下几家英国媒体 身陷电话窃听 贿赂等丑闻 而莫多克小儿子也愈发显露出自由派的政治倾向 于是在2015年 拉克兰重回皇太子之位 帮助莫多克管理家族事务 成为新闻集团的联席董事长 与他的父亲并驾齐驱 从那时开始 拉克兰被外界视为 莫多克传媒帝国的继承人 2019年 拉克兰又被任命为新公司 福克斯集团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再次巩固了继承人的地位 拉克兰的性格随和 比弟弟内敛 他与莫多克一样 都有着保守的右翼政治倾向 也都热爱传统的媒体业 和他们的祖国澳大利亚 这是二王子詹姆斯所不具备的 詹姆斯也曾是莫多克选定的继承人之一 然而 他倾向自由派的左翼 更是对自家保守派的福克斯 公开嗤之以鼻 因为分歧越来越深 于是在2020年 詹姆斯就像当年的哥哥一样 辞去了新闻集团的董事职务 成立了一家自己的投资公司 有趣的是 2017年 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还没有腾飞 但詹姆斯眼光不错 成了特斯拉公司的独立董事 而且至今一直是 詹姆斯最近表示 有意重回传媒帝国 大有与哥哥争夺王位的企图 未来莫多克传媒帝国 是否会上演继承之战 准备好爆米花 有意重回传媒帝国